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只要能跟我好好过日子 以后再给我生个大孙子 我就多补贴补贴他们 也都不是问题 姐妹们 我跟你们说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 孩子好比什么都强 日子啊都是过出来的 可不能生气 要不然对身体不好 这不我家老头前段时间就带我出去旅游去了 去得云南西双版纳 冬天真是不好过 人老了关节痛 出去走走散散心 那边气候好 我去的时候正好是干击转到湿剂转换的时候 这边阳光可好了 还有点抑郁风格 挺适合来旅游的 到家以后 我正在收拾屋子 就听见门响了 一打开门 发现是七楼老杨家的 他神秘兮兮的进屋 感觉好像要告诉我什么秘密一样 他拉着我的手就在客厅沙发坐下了 舒华 我跟你 你那个亲家进场打工了 我一时间没有听明白 谁进场打工了 我那个亲家 不能吧 他都多大岁数了 我看着老杨家的 他就是万事通 不管每家有什么事情 他都能第一时间知道 他是个热心肠的人 周围的邻居们 大家要是想要聊天都会找他 老杨家的脾气很和善 从来不与人争吵 但是也有一点不足 就是他太喜欢谈论流言蜚语了 就是俗称的大嘴巴 不过大家都不讨厌他 也是知道他没有恶意 不过就是喜欢说些家长里短 但是他跟我说的这个 我是真的一点也没有想到 他迫不及待地跟我分享 他的情报 就是你那个亲家 他在二响子的厂子打工呢 我轻笑了一声 顿时就想明白了 估计现在儿子应该挺恨我的吧 上个月儿子有件事情特别气我 我就威胁他 跟他说 他要是继续这样 我就把每月给他交的房贷钱 给他断了 事情是这样的 儿子跟小小结婚也有两年了 我早就跟儿子说过了 该要孩子了 最好能生个二胎 咱们家也不是没条件 但是呢 儿子总是有理由 然后呢 小小也不着急 后来我问过 他们说想再过几年二人世界 但是这事儿确实也急不得 但是我后来发现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 这个女孩子 远没有看起来的那么单纯 有几次我就知道了 儿子完全就是被他拿捏住了 家里所有的钱啊 款啊都在这个女孩子的手里 甚至家里的房子 儿子都加上了这个女孩的名字 那次真的是把我气坏了 儿子根本就没有跟我和他爸爸说 就自己做了决定 你说这个女孩子 到底是多有心机 关键是 她还一直不生孩子 这谁能放心啊 我跟咱家老头就这么一个孩子啊 虽然家里的家产都是儿子的 如果小小生了孩子 以后也都是他们的 是大孙子的 但是他现在这样 就让我有些接受不了 这些年 物质生活我从来没有亏待过儿子 我将自己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都投入到了孩子的身上 我以前一宿一宿陪着儿子学习 这些还不够吗 其实儿子的妻子 一开始我也是有打算的 本来不是小小的 这女孩的家庭条件是真不行 我的亲家家庭条件一般 她家也不是做生意的 亲家母给别人做保姆 亲家公就更不用说了 但是他们确实养了一个好女儿 后来我问过儿子 她娶小小有很大原因 是觉得小小性格好 她觉得我约束她了 但是跟小小在一起是自由的 而且小小会陪着她 不管她想做什么 都不会反驳她 当时我就觉得 是不是我的错 将儿子推得离得远远的 她渴望自由 所以才会坚持选择了 愿意陪伴她的女孩 当时我是非常气愤的 难道就为了反驳我 她就能拿她一生的幸福 开玩笑吗 再说了我培养她这么久 难道就换回来这些吗 不仅仅是因为经济上的差异 另外我去儿子 我发现家里好多好多快递 像小山一样堆积在一起 并且卫生也不是很好 明明小小看起来 是个干干净净的小姑娘 家里特别埋态 也不知道收拾收拾 又不是猪窝狗窝 我真的是不能理解 这女人不会过日子 那不完了 也不知道能不能照顾好我儿子 明明我们家出钱买的车 房子 现在弄得她好像是那个女主人一样 连名字都写上了 另外我觉得亲家不是很重视我儿子 有点把我儿子当常公用的感觉 好像就是给他们家赚钱的 要养活他们全家 这些事情我心里可不舒服了 你说我怎么能放心儿子以后的生活呢 但是呢 现在两个人都结婚了 说什么都晚了 总不能让他们离婚吧 一提结婚离婚更生气 我们这边呢 一般都是八万 十万 过彩礼 但是这个女孩竟然要了十八点八万 我们家也不是拿不起 但是总感觉被要挟了一样 后来回家以后 我跟我家老头商量了一下 还是出了这些钱 但是我心里是一直都不舒服 我觉得我的儿子就是太单纯了 有的时候 他会非常幸福地跟我聊小小 说他多善解人意 多知道心疼他 让我别来教育小小 这真的是有了媳妇忘了娘 儿子啊 你是真的不知道 这其中许多事情都是暗藏玄机 婆媳关系怎么可能这么简单 其实房子上写名字这个事情 我也不是特别在意 毕竟当初没有一笔将房子的款付清 也是这个原因 反正房子是他们住 就算写上名字又能怎么样呢 这个女人从我身边把我的儿子抢走了 唉 说到还房贷的事情了 一开始我是愿意帮助儿子的 我怕他压力大啊 儿子从小就没有吃过苦 现在又要赚钱养家 等以后有了小孩 估计压力更大 我跟我老头的存款还有不少 但是儿子买的那个房子大 一个月需要还八千元的房贷呢 我记得那天我家老头还跟我 他还得再努力赚赚钱啊 要不然以后一个什么事情怎么办 而且也得帮帮儿子 都给他攒点 需要钱的日子在以后呢 一开始我跟我老头就想着 一直帮着儿子吧 但是小小家的人知道这些情况以后 真的一点也不帮忙啊 现在出钱出力的完全只有我们 我后来甚至发现 小小补贴他娘家 拿着儿子的工资 我是怎么知道的呢 儿子有一次去随理 竟然跟我借钱 说他没有了 我还纳闷呢 怎么会没有呢 一开始我以为是那个月人情比较多 但是后来我算了算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我不是有亲家的微信吗 我发现亲家母最近也不去当保姆了 甚至还戴上了金耳环 金手镯 按照他家的条件 这些都是不对的 很不寻常 在联想我儿子最近的情况 我就察觉出了不对劲儿 他们能过得这么轻松 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我的儿子在供养他们全家 一开始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毕竟我儿子这么一个大小伙子 怎么会不给自己留一点钱呢 哪个男人不会藏钱啊 儿子都那么窘迫了 我赶紧给儿子转了一万 让他先拿着花 其实 我这次跟我家老头出去旅游 也是因为想要放松一下 前段时间老头都累到了 去医院检查完 医生说就是老累 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我当时一时非常的慌张 还给儿子去了电话 我跟儿子说 我把给他下个月还贷款的钱 给他爸治病了 但是儿子第一反应 竟然不是他爸爸怎么样 而是跟我说 妈你这样我怎么办啊 你们俩的存款呢 我真的没想到儿子会说出这样的话 我挺生气的 儿子说的这叫人话嘛 房子是他住着 怎么给他还房贷 还成我的事了 他需要养家养老婆 跟我这么说话 然后儿子就跟我吵了起来 我才知道 儿子其实住房公积金能还不少呢 那么剩下的那些钱去哪了呢 都在我那个乖巧的儿媳手里罢了 而亲家他们也用这笔钱生活了 并且过得有声有色的 我这完全是给别人做嫁衣啊 想想这两年中 亲家那人 每次我们见面的时候 欲言又止的表情 原来都是在嘲笑我啊 我问了儿子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难道就不记得他的老父亲老母亲了吗 结果儿子说 他跟小小结婚了 小小的父母就是他的父母 他不能看着他们生活不好 再说了 你跟我爸差钱吗 儿子的话让我无言以对 原来我的儿子一直都是这么想的 儿子现在只听儿媳的话 谁说什么他也不听 甚至儿子最后还说了 以后他还会给他的岳父岳母养老 儿子是一句也没有提我跟他爸爸 说实话 儿子当时说出那些话 是真的让我感觉心寒 儿子到底是怎么了 我根本想不明白 我不愿再为儿子白白付出 帮助他了 我想要儿子自己明白 我直接告诉他 从下个月开始 我不会再出钱了 以后他就自己承担吧 他早就应该长大了 不应该依赖我们了 我也准备跟我家老头好好休息一下 后来我家老头的身体 没有大问题以后 我们就有了这些的旅行 其实我们早就规划好了 等儿子长大成家 他就歇一歇 我们去看看大江大河 看看这祖国的风景 但是没有想到 这刚出去旅游回来 就听见了这样的消息 我相信 随着时间的推移 儿子会逐渐明白 我的良苦用心的 并也会感激我的付出 当然 我们也希望他能够 为自己的未来负责 不希望他过分依赖我们 而是有能够独立自主的生活 最后 我想告诉所有的父母 我们需要多关心自己的孩子 多与他们交流 沟通 只有通过建立良好的关系和信任 我们才能真正地帮助他们成长为 有责任感 有担当的成年人